星星稳稳稳稳 就是這棟民宿 浪漫的愛情故事 就在這裡展開 但是這樣美麗的場景 經不住颱風侵襲 別的電影場景 剛蓋好的模樣 民宿白牆斜屋頂 加上磚器的編著很有味道 旁邊的船屋也相當雅致 但是風災過後 民宿的窗戶和門都掉了 船屋則是整個塌掉 看得滿心疼的 畢竟這是一個電影的主景 也是大家心中美好的記憶 電影還沒上映 所以很可惜 當初花了2000萬蓋好的民宿 在電影拍完之後 移交給政府保管 現在成了這副模樣 讓人既心疼又無奈 電影要上映 所以會有很多人來到這個場景來參觀 所以這個我們應該會盡最快的力量 盡全力把它恢復原狀 維修費用預計40萬 但看準電影上映之後 劇中唯美的場景 勢必帶來一波觀光風潮 縣府也承諾在電影上映前修復 好讓民眾能走入電影場景拍照留念 順便一睹澎湖美景 記得閻玉龍黃府香華 澎湖報導 好看 好看